有東方百老會美名的日本寶種歌劇團 繼2013年4月首次來台公演之後 今年8月將再次踏上台灣舞台 這次帶來的分別是經典歌劇《凡爾賽玫瑰》 和華麗的寶種幻想曲 《凡爾賽玫瑰》從1974年出演至今 已經超過500萬人觀賞 導演為了這次公演特地濃縮改編原著 而寶種幻想曲則有可能加入台灣流行音樂 《凡爾超過百年歷史》的寶種歌劇團 共有五個表演組別 這次來台演出的是《花祖》 由首席明星《明日海里奧》 和首席娘藝《花奶瑪莉亞》領先主演 他們都是第一次來台公演 尤其是《明日海》自從寶種來台演出之後 就陸續收到台灣粉絲的呼喚 日本版籍電鐵前會長小林一三創立寶種歌劇團至今101個年頭 始終堅持青一色女性演出的特殊傳統 這次二度來台公演 除了滿足粉絲期待 也要讓更多台灣觀眾 認識精緻又瑰麗的日本歌劇文化 中央社記者蔡明山張亞齊台北報導 首席明星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